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悟都孤儿》 作者查尔斯·迪更斯 演播孟冬如 第35集 查尔斯先生见他们两个都坦率地承认很怕 态度也就软了下来 连忙承认自己也很怕 于是他们三个人转过身去 步调一致地往回跑 一直跑到迦尔斯先生非得坚持要停下来 为自己刚才说话粗鲁道一声歉 哦 不过说来也怪 迦尔斯解释完了接着说 一个人的勇气上来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 要是抓住一个坏蛋的话 我说不定还会杀人呢 我知道我会的 另外两个人也有同感 跟他一样 他们的勇气也已经下去 于是他们开始讨论他们的胆子 为什么发生突然变化 哦 我知道原因在哪儿 查尔斯先生说 是因为那道礼板门 嗯 如果这是原因 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布里特尔斯马上同意他的看法 喊着说 哦 我的话是错不了的 迦尔斯先生说 离把门挡住了正在上来的勇气 哦 我翻过那道门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勇气没有了 说来也巧 另外两个人也在同一时刻 经历了这种令人不快的感觉 因此问题已经一清二楚 关键在于那道礼板门 尤其在时间上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变化恰好都发生在 他们瞥见盗贼的刹那间 说这些话的 有两个是最初吓跑盗贼的人 一个是挑着担子到处做生意的捕锅匠 捕锅匠恰好睡在外屋 给叫起来带着他的两条杂种狗 一起追赶盗贼 杰尔斯先生是府上老太太的 扑役领班兼管家 布里特尔斯是个打杂的家仆 从小在老太太的身边当差 三十岁出头 仍被当作是一个有前途的孩子 三个人这样交谈着 互相鼓励着 然而谁也不敢离开别人一步 每当一阵风 洒洒地刮过树木 他们就体心吊胆地四下张望 他们刚才把灯笼 留在一棵树背后 生怕盗贼见到光亮 知道朝哪个地方开火 他们匆匆回到树根前 拿起灯笼 快步往家里走去 他们的身影 在灰暗的夜色中消失很久以后 仍看得见那灯笼 在远处一闪一闪 一晃一晃地快速移动 仿佛在呼吸那潮湿 而又阴郁的空气 随着白天渐渐来临 外面越来越冷 尘雾像浓烟那样席卷地面 草地上湿漉漉的 小鹿和低洼地方都是稀泥和积水 一阵令人不快的湿风缓缓吹过 发出空洼的乌烟声 奥利福尔仍然毫无知觉 一动不动地躺在塞克斯 把他丢下的地方 天很快亮了 当第一缕晦暗的尘色 他与其说在报告白天的诞生 不如说在宣布黑夜的死亡 这灰暗的尘色 在天空中隐约出现的时候 更是寒气边谷 在黑暗里 看上去朦胧可怕的物体 这时候显得越来越清晰 渐渐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天下着大雨 噼噼啪啪的敲打着光秃秃的灌木 大雨也敲打着欧利福尔 可是他感觉不到 他仍然以大地为床 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孤独无缘 不省人事 最后 一阵痛苦的哼哼声 打破了四周的宁静 随着这阵哼哼声 那孩子苏醒了 他那条用披肩草草包扎的左肩 沉甸甸地悬在一侧 丝毫不能动弹 披肩上渗透了鲜血 他觉得浑身无力 坐也坐不起来 等到终于坐起来的时候 他费力地环顾四周 寻求别人帮忙 疼得直得哼哼 他又累又冷 每个关节都在瑟瑟发抖 他试图站直身子 可是从头到脚 抖个不停 又扑通倒在地上 奥利芬已经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这时候他又一次昏迷过去 过了片刻他苏醒过来 心里有一种虫子爬式的 不舒服的感觉 好像在提醒他 如果他在这里躺下去 那就必死无疑 于是他连忙站起身 想要拔腿走路 他觉得天旋地转 像个醉汉那样东摇西摆 然而没有倒下去 他脑袋软绵绵地搭了在胸口 亮亮腔腔地往前走 走向天知道什么地方 这时候 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思想涌进他的脑海 他仿佛仍然走在塞克斯和克拉基特中间 听着他们两个怒气冲冲地吵个不停 他们的话音在他耳朵边回响 他猛一使劲不让自己倒下去 好像集中了一下注意力 却发现自己在跟他们说话 接着 他仿佛跟塞克斯单独在一起 又像前一天那样 缓缓地往前走 当幽灵般的行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时 他仿佛觉得塞克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手腕 突然之间他亮枪一步 听到枪声大作 喊叫声响彻云霄 点点灯光在他眼前闪耀 在这一片响声和混乱之中 一只无形的手拉着他匆匆地走开了 当这些幻觉一目目地飞速掠过他脑海的时候 始终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 不停地打扰着他 折磨着他 他就这样步履蹒跚地往前走着 遇到扎门或树梨 便下意识地从栏杆空单或者尖隙中间爬过去 最后他终于踏上一条大路 这时候天下起飘泼大雨 他也因此清醒过来 他环顾四周 只见不远处有一栋房子 估计自己还有力气走到那里 人家见他这副可怜的样子 说不定会很同情的 即使他们不与同情 他心里想死在有人的地方 总比死在荒凉的野地里好一些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物都孤儿》 作者查尔斯迪更斯 演播 《物都孤儿》 于是他使出全部力气做最后的拼搏 摇摇晃晃地朝那栋房子走去 他离房子越来越近 忽然觉得以前见过这栋房子 具体情况他已经记不起来 但是他对房子的形状和外貌 感到相当眼熟 那不是花园围墙吗 昨天夜里 他不是跪在里面的草地上 恳求两个人开恩的吗 哦 这正是他们试图偷窃的那户人家 欧利弗认出这个地方以后 心里感到一阵害怕 一时之间 竟然忘了伤口的疼痛 一直想着逃跑 要快 可是 他连站也站不稳 即使他幼嫩的肢体 力气非常充沛 他又能跑往哪里呢 他推了推花园门 门没有上锁 顺着脚链转开了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草地 爬上台阶 轻轻地敲了敲门 他已经使完全部力气 靠着小门廊里的一根柱子倒了下去 说来也巧 加尔斯先生 布里特尔斯和补锅匠 经过一夜的劳累和惊吓以后 这时候恰好在厨房里用茶点补充体力 平时 卡尔斯先生并不习惯于跟地位比他低下的仆人打成一片 而是对他们采取一种不及不离的态度 使他们既不见怪 又不忘记他的社会地位要比他们高出一头 但是遇到丧事 活灾和失窃的时候 大家就能平起平坐 所以加尔斯先生在这时候 正坐在厨房里 两腿直挺挺地伸在卢栏前面 左臂搁在桌上 同时挥动右臂 生动地叙述捉贼的详细经过 他的听众 其中特别是厨娘和女仆 听得津津有味 喘不过气来 哦 月末两点半钟光景 加尔斯先生说 说不定是快到三点的时候 我不敢保证 反正那时候我醒过来 在床里翻了个身 大概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里 加尔斯先生在椅子里转过身去 还拉起桌布的一角 当作被子盖住自己 忽然我好像听见什么响声 听到这里 厨娘脸色煞白 叫女仆去把门关上 女仆叫布里特尔斯去关 布里特尔斯又叫补国将去关 而补国将装作没有听见 哦 听到什么响声呢 加尔斯先生接着说 其初我对自个儿说这是幻觉 哦 我刚要安下心来睡觉 突然响声又起 听得好清楚呢 什么样的响声 厨娘问 哦 咔嚓一声 加尔斯先生朝大家扫一眼答道 嗯 更像是用铁棍盐碎肉豆扣的声音 布里特尔斯提示说 哦 你听到了 才会觉得像那种声音呢 先生 加尔斯先生答道 哦 可是 当时只是咔拉一声 我掀开被子 加尔斯把桌布一翻接着说 在床上坐起来 侧耳听着 厨娘和女仆 同时叫了一声天哪 还挪动各自的椅子 互相靠得更紧一点 哦 我现在听清楚了 加尔斯先生接着说 有人在撬门 或者撬窗子 我心里转念 怎么办呢 我得把布里斯特尔斯 这可怜的孩子叫起来 否则 人家会趁他睡着的时候 把他杀了 我心里想的 要不就把他的喉管 从右耳割到左耳 而他自己还不知道 听到这里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布里特尔斯 而布里特尔斯张大嘴巴 目不转睛地望着说话人 脸上露出惊骗的神色 我先掉被子 加尔斯一面说 一面把桌布扔到一边 眼睛死死地盯着厨娘和女仆 轻轻地下了床 套上 主意 有女士在这儿 加尔斯先生 不过将低声说 套上 一双鞋子 先生 加尔斯先生转身对他说 并且特别强调 鞋子两个字 拿起一支填着弹药的手枪 每天晚上 我总是把他跟餐具篮子一块儿带上楼的 然后 我踮着脚朝他的房间走去 布里特尔斯 我把他叫醒以后说 哦 别怕 你是怎么说的 布里特尔斯第一声说 我看我们死定了 布里特尔斯 我说 加尔斯接着说 不过 别怕 他怕了没有 雏娘说 哦 一点也不怕 加尔斯先生答道 哦 他非常沉着 差不多跟我一样沉着 哦 换了我的话 当场给吓死了 我敢肯定 女仆说 啊 你是女人吗 布里特尔斯 打起一点精神 插话说 哦 布里特尔斯 说的有道理 加尔斯先生点点头 赞同说 哦 对女人 别指望太大 我们两个 可是男子汉 便从 布里特尔斯的 壁炉架上 拿起一盏 遮光灯 在黑夜里 摸着路走下楼梯 大概是这个样子 加尔斯先生一边说 一边配着合适的动作 他力气深 闭着眼睛走了两步 就在这个时候 他和别人一样大吃一惊 连忙挥到自己的椅子上 雏娘和女仆尖叫一声 有人敲门 加尔斯先生 装出镇定的样子说 谁去开门 谁也没有起身 这事有点怪 这么一大早 有人来敲门 加尔斯先生说 同时打量着周围 一张张苍白的脸 他自己脸上 也毫无血色 可是 总得有人去开门呢 你们听见没有 谁去 加尔斯先生一边说 一边看着布里特尔斯 这孩子天性很谦虚 要不就觉得自己不够格 因此认为加尔斯 不是在问他 反正他没有回答 加尔斯先生 以恳求的目光望着补国将 但是他突然睡着了 两个女人 当然不再考虑直列 要是布里特尔斯 非得有证人在场 才肯去开门 加尔斯先生 沉默片刻以后说 我算一个 我也算一个 补国将 像突然睡过去那样 又突然醒过来说 布里特尔斯接受这些条件 他推开窗板 发现天已大亮 因此稍稍放下心 于是三个人让狗走在前面 一起登上扶梯 两个女人不敢待在下面 也跟着他们上了楼 按照加尔斯先生的建议 大家高声说话 好像让门外任何居心不良的人 知道里边人多适中人 这位才华横溢的先生 还灵机一动 想出一条妙计 到了前厅以后 在狗尾巴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拧得他们汪汪乱交 采取这些防范措施以后 加尔斯先生紧紧抓住 补锅匠的胳膊 据他自己嬉皮笑脸地说 这是为了防止他逃跑 赫令把门打开 布里特尔斯照办了 他们一个个争相躲在别人后面 战战兢兢地向外溃尸 听众朋友 今天的物读孤儿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